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一峰却一脸认真地说 他其实很想靠脸吃饭 还开玩笑道 我花了几千万整成这样的脸 不拍一部偶像剧 不可惜了吗 对不起那钱 李一峰表示 自己一直想拍一部 不要聊什么演技 不要聊什么突破 正儿八经的恋爱剧 还不由自主地畅想起来 人很帅 剧情又很美 大家看得又开心 最好还能够输出到日韩剧 李一峰似乎对拍恋爱戏 有一种强大的执念 他说 如果有人找他演爸爸 也没什么不可 比如说 角色是一个单身 年轻的父亲 有一个谈恋爱的戏 如果写得够好的话 也可以 他还想 在文艺片里谈恋爱 拍一个很帅的爱情片 相信那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李一峰最想合作的导演 是王家伟 不过他也隐隐有一些担忧 肯定很多文艺片的导演 觉得我不行 我也觉得不太能拍 但我很想尝试一下 给我机会的话 我应该会努力完成好 包括现在 大热的单感剧 李一峰也不排斥 如果有好的本子 他愿意一事 有些观众说 继《动物世界》后 李一峰的演技 好像也开窍了 对于观众的夸奖 李一峰表现得很谦虚 说道 可能吧 面对我们提出的 觉得现在 是更靠实力说话 还是更靠脸 吃饭的问题 他很巧妙地回答道 主要还是靠平台吧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到了偶像刘德华 现在的年纪时 他一定是靠实力说话的 如果到那个时候 还不是真正的实力派演员 我觉得就算了 也就不用叫那个真了 对话 李一峰 如何保持少年感 多吃防腐剂 搜狐娱乐 号手就未播了以后 大家都说 下桌这个人的人 设特别好 那你能不能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他 李一峰 聪明 意气 担当 搜狐娱乐 他身上哪些特质 是你希望拥有的 李一峰 聪明 搜狐娱乐 其实这不是你 第一次演高智商角色了 会不会有一些经验了 就是怎么把人 塑造的看上去 很聪明那种感觉 李一峰 这个没有 还是得靠剧情 事件来营造 没有一个 故事的帮助的话 就不行 搜狐娱乐 下桌有很多生动的 小表情小动作 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比如他竟深进一只脚道禁区里 李一峰 那都是设计的 因为毕竟 刚进部队 他还是 相对比较叛逆 又对很多东西 很好奇 所以他一定 是一个爱观察 才能提出问题的人 为什么 会说不能跨这条线 他非得把脚伸出去 当时我也问了 可不可以这么去做 因为毕竟 是在部队里边 大家还是比较严谨 他说可以 其实也就是为了 去体现出他的一个性格 搜狐娱乐 导演说你去片场 都是不带剧本的 因为台词 都已经背好了 所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 形成这样的习惯的 李一峰 其实也带剧本 就尽量能够走戏的时候 把台词都记好 因为以前也是 总是看到 很多老艺术家 他们是这么做的 也应该传承好 他们这种敬业的精神 搜狐娱乐 这个剧里 有蛮多专业台词的 背起来 会不会还蛮困难的 李一峰 有一些会 特别是 操作导弹车的时候 有一些你平时 根本不会用到的词 那个真的容易卡 因为还要念得很快 那个没有办法 只能死记硬背 而且中间 还不是很顺利 搜狐娱乐 所以会不会每天 晚上背台词背到很晚 李一峰 也不会 其实这些词我觉得 就是去现场再背 因为你背了过两天又忘了 没有用 搜狐娱乐 誓言下桌 对你自己 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影响吗 李一峰 拍这个戏 其实就让我好像 有当过兵的那种感觉 更了解了 火箭军 还有士兵他们的 那种心路历程 真的是很不容易 肯定是很苦 但是当你干好了 是特别特别 有那种成就感的 搜狐娱乐 在片场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幕 是当场就能狠打动你的 李一峰 退伍的戏 因为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也采访了很多事 他走了 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 老板